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终于也开始采用磷酸铁锂电池了 间接向我们说明中国比亚迪公司十多年的坚持是对的 但为什么以前大家都不用的磷酸铁锂电池 今年突然热门起来了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锂电池那点事 我是西瓜视频科普作者东城观星 自称博学的硕士 喜欢科学知识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账号 您想了解的科学知识可以私信我 我先学习明白了 再讲给大家听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事件背景 2020年年初 特斯拉就宣布新增中国宁德时代为合作伙伴 随后宁德时代介绍说 正在跟特斯拉探讨五股电池的应用问题 当时业内媒体就猜测 特斯拉有可能要采用磷酸铁锂电池了 但特斯拉方面有人出来说 五股电池不一定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事情一度有点扑朔迷离 直到6月11日 工信部发布最新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目录里列举的汽车里 有特斯拉的Model 3标准续航版 令人关注的是 其电池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人们不禁惊叹 特斯拉也开始向比亚迪看齐了 磷酸铁锂电池走出了冷宫 为什么磷酸铁锂电池突然变香了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锂电池在化学电池领域一直都是被给予厚望的 因为它的单块电池电压高 携带能量多 相对体积小 没有记忆效应 循环使用寿命高 特别适合未来应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锂电池了 有印象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有一种录音机 叫Walkman随身听吧 那口香糖电池就是锂电池 日本公司在锂电池领域长期处于引领地位 但是现在中国公司在这个行业里 也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目前锂离子电池有两种主流的技术 一种是三元锂电池 一种是磷酸铁锂电池 两种电池负极材料和电解液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正极材料不同 三元锂电池是由早期的骨酸锂电池演变过来 正极材料是聂骨猛酸锂或聂骨铝酸锂 特斯拉主要使用后者 这种材料的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高 体型更小巧 而且低温性能好 得益于手机领域对大容量电池的需求 和汽车行业高续航里程的要求 三元锂电池在锂电池圈子里 占据了最大的消费比例 电动汽车领域绝大多数的高档汽车 都是使用三元锂电池 相应的 磷酸铁锂电池由于能量密度低 体型较笨重 造出来的汽车续航里程低 而且冬天使用时 汽车开起来也没劲 所以难以被高档汽车相中 但是三元锂电池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是安全性差 二是价格高 所谓安全性差 这跟电池本身的结构和成分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在初中都见过金属钠和水的反应 还是很剧烈的 金属锂本身也是一种活泼金属 特别容易跟水反应 放出氢气 虽然不像钠那样剧烈 但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锂离子电池不能像普通电池一样 使用含水的电解液 只能用一种不含水的有机溶剂 来溶解电解质 6V磷酸锂 这些有机溶剂主要有 碳酸二甲质 碳酸乙锡质 碳酸丙锡质等 这些有机溶剂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油 特别容易燃烧 所以锂离子电池也是很容易着火的 我们听说过手机电池爆炸 或燃烧的事故已经很多了 最近这两年 电动汽车自燃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特斯拉汽车就发生了好多起燃烧的事故 其中2019年上半年 上海一辆特斯拉就在车库里发生了自燃事故 幸好司机没有在车里面 如果在里面的话 可能生命都难以保障 我们辛辛苦苦挣钱买车 结果买到的车自己就会着火 搞不好还会成为车主的催命符 这是消费者无法接受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波音787飞机发生着火的事故 也是由于采用的锂电池自燃引起来的 管你手机汽车还是飞机遇到锂电池都照烧不误 既然锂离子电池都是用这样的电解质溶液 为什么磷酸铁锂电池就比三元锂电池更安全呢 区别就是正极材料的热稳定性 学过化学的都知道 一些金属形成的酸根很容易受热分解释放出氧气 比如高蒙酸钾等 三元锂电池的聂骨蒙酸锂在200摄氏度左右时 就会发生分解释放出氧气 前面提到电池里有容易燃烧的油 现在又有了氧气和温度 自然也就可以燃烧了 甚至有可能发生爆炸 而一些机械损伤或者电池工作异常 很容易造成电池自己放热 也就是容易引起电池自燃 这不外国有两个小伙子拿着锤子砸锂电池 看看会不会燃烧 一不小心把他们自己都给吓了一跳 另外 比亚迪公司最近还展示了一段三元锂电池的针刺实验 被针刺穿的三元锂电池直接发生了爆炸 所以奉劝各位在家里千万不要破坏锂离子电池 一旦出现事故就不好玩了 切记 相应的 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热稳定性很好 而且就算受热也很难产生氧气 没有氧气 在密闭的电池内部就不容易发生燃烧 再看看比亚迪公司展示的磷酸铁锂电池针刺实验 虽然电池温度也会升高 而且冒烟了 但是没有发生爆炸 当然如果电池严重破裂 发生漏液以后电池燃烧也是在所难免的 再说说成本的事 三元锂电池正极处理元素外 还有三种金属原料 蒙 镊 骨 一个比一个贵 其中最贵的就是骨了 骨金属的单价是镊的十倍 蒙的四十倍左右 由于正极材料很贵 基本上占据了整个电池的将近百分之四十的成本 骨这个金属不仅是贵的问题 还有供不应求和随时可能断供的问题 我国是骨资源储量比较少的国家 市场上的骨主要依靠进口 世界骨生产国中一半以上产量来自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个非洲国家政局并不稳定 骨金属的出口也不敢说不会出问题 目前来说按照电动汽车的扩展速度 已经出现了产量难以保证增量的情况 所以现在主流的三元电池厂商都在研发低股电池 甚至是五股电池 虽然三元电池能够做到五股 但目前规模化生产还不太成熟 眼下很难解决成本问题 相应的磷酸铁锂电池不仅技术成熟 而且价格优势非常明显 也就成为了重要的选项 然后说说比亚迪的事 跟华为一样 比亚迪也是一个值得民族骄傲的科技公司 我个人特别看好比亚迪公司的未来 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不太喜欢比亚迪这个名字 虽然成就你的梦想这个寓意非常深远 但比亚迪三个字听起来并不显高端 大街上看到比亚迪标志的车 也难以跟高档车划上等号 虽然这家企业跟特斯拉差不多同时启动新能源汽车生产 但特斯拉却是高端汽车的代名词 比亚迪是1995年成立的一家公司 以生产手机电池起家 2006年开始涉足汽车行业 是中国最早推出新能源汽车的公司 也一度是世界上新能源汽车销量最大的公司 比亚迪一直是磷酸铁锂电池汽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也曾经让磷酸铁锂电汽车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占据很大的比重 但早期的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实在太小 造成采用它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很低 再加上冬天的电池性能差 从而让消费者非常不满意 后来国家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标准 逐渐提高对续航里程和能量密度的要求 由于磷酸铁锂电池汽车难以满足高补贴的要求 多数车企都放弃了这种电池 使用三元锂电池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也逐渐转型到了三元锂电池 到2017年左右的时候 磷酸铁锂电池新能源家用汽车几乎就没有多少市场了 如果大家都完全放弃磷酸铁锂电池 也就没有今天的故事了 好在磷酸铁锂电池并不是只能用在家用轿车上 还能用在大巴车货运汽车等重型车辆上 对于这些重型车辆来说 只要电量充足动力强劲就行 对电池体积的要求并不像家用轿车那么严格 又因为磷酸铁锂电池价格便宜反而成了主要选择 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大量生产和销售新能源大巴车 货运汽车和工程车辆 还把新能源大巴车销售到了世界各地 成为世界上新能源大巴车的主要供应商 正是在这些重型车辆中的应用 让磷酸铁锂电池没有被完全淘汰 反而有了一定的立足之地 比亚迪等公司可以在磷酸铁锂电池上持续投入 不断改进 慢慢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也提高上来了 虽然比不上三元锂电池 但也可以满足家用轿车的基本需求了 比如特斯拉Model 3标准续航版 采用了中国另一家电池公司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 续航里程达到了468公里 虽然比不上同规格三元锂电池 但跟早期磷酸铁锂电池汽车的续航里程200公里左右 早已不可同日而遇了 再加上三元锂电池汽车频繁出现安全事故 让人们把关注的焦点从续航里程拉回到了安全上 这时候磷酸铁锂电池的优势终于显现出来了 恰好这时 比亚迪公司推出了采用磷酸铁锂材料的刀片电池 和采用刀片电池的高档轿车比亚迪汉 比亚迪汉的续航里程已经达到了605公里 与三元锂电池汽车的续航里程已经很接近了 除了续航里程问题得到解决以外 比亚迪公司特别突出宣传了刀片电池的安全性 令人震惊的是 刀片电池顺利通过了针刺实验 传说这是锂电池行业最难通过的一项试验 试验选用的三元锂电池直接是爆炸的结局 传统块状磷酸铁锂锂电池比三元锂电池好一些 没有爆炸 但温度也升高到了60度以上 刀片电池在针刺后既没有爆炸 也没有冒烟 温度控制在了60摄氏度以内 这样一个结果显然吸引了业界的关注 与华为自己设计高端芯片自己使用的战略不同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面向全球敞开合作 这对于刀片电池的标准推广 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生产成本是非常有利的 据比亚迪总裁介绍 已经有很多我们熟知的车企正在跟比亚迪联系 未来会有很多著名车企可能要使用刀片电池生产汽车了 特斯拉没有选择采用刀片电池 但也开始试水磷酸铁锂电池了 未来跟比亚迪合作那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当然 特斯拉暂时也没有计划完全转型磷酸铁锂电池汽车 从他们刚签下6000吨谷供应就可以看出来 要知道6000吨谷至少可以生产100万辆特斯拉汽车所需要的电池 当然 五谷和安全也是特斯拉的重点攻关对象 他们一方面自己研发低谷五谷三元锂电池 减少谷的使用 另一方面也在攻关固体锂电池 有人称为干电池 固体锂电池由于没有易燃的电解液 安全性可以大大提高 非常适合未来应用于电动汽车领域 只是目前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 达不到大规模量产的程度 说句题外话 比亚迪生产刀片电池的福迪公司董事长何龙先生 是不是有点像某位明星啊 以后开发布会多让何龙先生登场 会不会自带流量呢 要知道 特斯拉的马斯克也是一个自带流量的老板啊 大家讨论一下 你觉得比亚迪和特斯拉 哪个公司能成为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引领者